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人的一种积极心理体验 它永远是和人在一起的 幸福在人与人之间 我们的第二部分 主动介绍一下 积极心理学 也是一种个人的心理资本 心理修炼和心理的体验 所以我们把第一部分叫做 厚得载物 与人在一起 成全他人 帮助他人 就是我们积极心理特别重要的来源 第二部分 我们把它叫做自强不息 只要通过自己不断的修行 修炼 修心 我们也是能够体验到积极的能量 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种 积极的能量的体验 这个体验叫做浮流 英文叫做flow 什么是浮流 浮流有什么样的条件 又是如何产生的 它对我们又有什么样的积极影响 我们先从一位伟大的心理学家 马斯洛谈起 积极心理学其实不是凭空而来 突如其来的一种新的观点 新的思想 它深深植根于心理学的人本主义的精神 人本主义的情怀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人本主义心理学家的代表人物 叫做马斯洛 1954年 马斯洛就提出 我们心理学应该关注人类的积极的方面 他有一个很重要的理论 众所周知的 就是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念 他发现一个人 在基本的生理需求满足之后 一定会有更高级的需求 包括我们的安全 包括我们的尊严 包括我们的隶属和爱 这些人类的基本需求满足之后 我们一定会产生更加高级的成长的需求 它就包括知识 文化 美 还有一个叫自我实现 这是人类的基本需求 最高级的需求 什么样的人能够有自我实现的体验 自我实现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状态 马斯洛特别介绍了 自我实现的人 有一种特殊欣赏的非常体验 他把这个体验叫做巅峰体验 这种体验就像一种瞬间产生的 压倒一切的幸福感 也可能是一种卷息济世的 敬畏的情绪 或者是一种欣喜若狂 如刺如碎的烦恼的感觉 凡是产生过这种体验的人 都生成自己仿佛在生活中间 发现了真理 亏见了事物的本质 和生活的奥秘 这种体验 让人一下子觉得步入了天堂 找到了生活的真实的意义 发现了我们人类存在的价值 一种尽善尽美的愉悦的感觉 马斯洛把这种体验叫做巅峰体验 他认为自我实现的人 在真正的感受到自己的自我实现潜能之后 一定会体会到这样的一种巅峰状态 巅峰体验有什么样的特征呢 我们发现巅峰体验 它有六个特别鲜明的特征 产生的突然性 仿佛是一种毫无预料的突如其来的一种感觉 一种喜出望外 很难计划 很难盘算 很难设计这样的一种巅峰的状态的体验 就像我们清华大学的著名学者 王国为先生提出来的 当我们达到巅峰状态的时候 有一种默然回首 那人却在灯火南山处的欣喜 这就是这种体验产生的突然性 而这种体验 第二个很特别鲜明的特性 就是强烈性 这种体验 仿佛有一种压倒一切的感受 令人欣喜若狂 如痴如醉 烦恼至极 这种巅峰体验的第三个特征 就是感受的完美性 凡是产生过这种体验的人 像突然步入了天堂 实现了奇迹 达到了一种尽散尽美的状态 这种巅峰体验的第四个特点 就存在的普遍性 它其实比我们想象的更加普遍 普通的人 甚至身体有残疾的人 其实也可以有这样 巅峰体验的一种感受 感觉 换句话说 每个人 其实都可以有这样的一种巅峰的体验 大概第五个特征 叫做结构的同一性 身产生这种巅峰体验的条件 状态 场景 对象可能不一样 但是对于我们个人来讲 内部产生的这种体验的感觉 其实是一样的 所以它的结构是同一的 最后第六个特征 这种巅峰体验 它有保持的短暂性 换句话说 实际上这样的体验非常强烈 可惜它不会永久的存在 它可能转系即逝 它可能一下子就消失 但它的影响是长久的 是深远的 甚至可以伴随我们 走过我们的一生 所以巅峰体验 是自我实现状态的一种 特别重要的心理感受 那么这样的巅峰体验 有些什么样的心理特征呢 心理学校做了大量的研究 我们发现 有两个特别重要的要素 是和巅峰体验紧密相连的 一个就是全身贯注的投入感 另外就是知行合一的融合感 这二者不可或缺 凡是巅峰障态 一定是我们沉浸其中的一种感受 一定是一种行动自如的一种体会 所以这两个特别重要的特征 是巅峰体验的 特别重要的心理表现 当这样的巅峰体验出现的时候 我们身心状态一定是放松的 自信的聚精费神 精力通沛 对事物充满了掌控感 控制感 与外部的环境 与周遭的一切 似乎都有一种脱绝的感受 这样的巅峰状态 让我们充满了活力 充满了生命的力量 愉悦 积极 乐观 向上 淡定 自信 高度其冲 这样巅峰体验 也让我们沉浸在当下 感觉到所有的这种反馈 所有的身心灵的一种愉悦的结合 所以巅峰体验 是我们人应该追求的一种最佳的心理状态 那么我们人在普通的生活中间 能不能得到巅峰体验的状态 心理学家发现 我们是可以得到这样的状态的 比如说爱可以让我们产生巅峰体验 当两个陌生的男女相亲相爱走到一起的时候 这样的体验一定是一种极致的巅峰体验 当一个母亲怀胎九月 最后顺利的生下自己的孩子的时候 孩子的低声啼哭 带来的也是一种巅峰的体验 美好的音乐 优美的画面 感动人心的艺术作品 其实都可以给我们带来巅峰体验 创作的冲动和激情 写作的愉悦和快乐 工作的投入和成功 都会给我们带来巅峰体验 当然 融入大自然 发现真理 顿悟灵感 自然的交融 天人合一的感受 都是一种巅峰的状态 体育比赛 翩翩起舞 行动 其实都可以产生巅峰的体验 著名心理学家 齐斯米亥就提出来 如果在生活中间 我们能够经常的找到 发现 感染 体会这样的巅峰体验 我们生活的质量 就会提升 我们幸福的感受 就会强烈 我们人生的意义 就得到充分的体现 所以 齐斯特米亥尔教授 特别欣赏 人类的巅峰状态 1960年 他开始了一个 长达15年的追踪研究 就想看一看那些 已经达到自己 人生的极致状态的人 换句话说 声称自己 已经有了自我实现 巅峰体验的人 那些人包括艺术家 科学家 运动员 企业家 发明家 所有这些人 都在自己的工作领域 达到了一种极致的状态 齐斯特米亥尔教授 就想看一看 这些人有哪些 与众不同的特点 发现他们的智商 其实也不一定 比别人要高很多 情商也不一定 比别人高很多 家境也不一定 比别人突出很多 学历 教养 容貌 体重 各个方面 其实未必 比别人要不同 但这些人 往往报告 他们有一个 特别重要的 心理的体验 当他们投入到 自己的工作之中 当他们从事 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必须做的事情的 过程中间 往往有一种 物我两望 天人合一 酣畅淋漓 淋漓尽致的状态 他把这样的状态 叫做flow 换句话说 凡是有个 巅峰体验的人 其实在工作中间 生活中间 也比常人 更容易感受到 一种flow的体验状态 这个flow状态 有心理学家 把它翻成心流 也有心理学家 把它翻成爽 我个人觉得 心流太学术抽象 爽太庸俗平凡 我把它翻译成 浮流 flow 浮流 阴静 意静 神静 浮流的状态 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其实米哈尔教授发现 浮流的状态 它的感觉特色 是非常鲜明的 第一 一定是一种全神贯注 沉入其中 注意力 心力高度集中 完全沉浸在自己所从事的工作中间 忽视了外界的一种存在 排除了外界所有的一种影响 第二种感觉状态的特点 就是知行合一 就是我们的行动 和我们的意识的完美统一 已经达到了一种 无我两望的沉浸其中的感受 感觉 不需要自己的意识的控制 完全一种自发的 行云流水般的流畅感 第三个特别强烈的感觉状态 就是一种 驾心救赎的控制感 对自己所做的事情 完全有意识 不贪心结果 不贪心评价 知道自己能够做好 而且特别喜欢 自己行动的感受 感觉 这样的一种浮流状态 也有一些体验的特色 所以七十米哈尔教授提出来 这种心理的体验 包括无我两望 自我的意识 时间的意识 空间的意识 完全的消失 此时不知是何时 此生不知在何处 这种体验的第五个特征 就是有一种时间扭曲感 感受的时间 仿佛瞬间而过 不知不觉之中 百年就如瞬间一般 这样的体验 反映出来的就是陶醉其中的快感 一种明显的超越世俗的 快乐的一种 发自内心的感受 强烈 积极 震撼 快乐 如知如醉 欣喜若狂 那么这样的浮流体验 它的产生也需要一些外在的条件 其实美哈尔教授提出来 三个特别重要的浮流产生的条件 于是一定要有一种目标 要有一种追求 要有一种奋斗 它不是唾手而得的 它也不是别人争议的 它一定是自己追求出来的 就像吉祖旭说 幸福是奋斗出来的 是一种行动的结果 同样的 浮流产生的第二个条件状态 就是要感受到一种回馈 失失入扣 点滴入心 明明白白 清清楚楚 这样的一种感受 是特别强烈的浮流状态的条件 第三个浮流产生的条件状态 就是技能和挑战的匹配 不能太难 难 让我们产生恐惧感 焦虑感 也不能太容易 让我们产生无聊感 成就感 所以浮流它的条件 一定是技能和挑战的匹配 我们能做 我们能做的事情 我们也能够做好 我们能做的事情 这就是浮流产生的条件状态 其实 我发现我们中国人 可能是最早提出浮流体验的人 我们中国有一个伟大的哲学家 他的名字叫庄子 庄子在《南华经》里头 其实特意描述过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浮流体验 他的名字叫庖丁 是一个解牛的屠夫 他在为文汇经解牛的时候 在从事自己特别熟悉和喜爱的工作之中 其实就是达到了一种窝两望 幸福酷长的浮流状态 庄丁解牛的故事 大家都很熟悉 原文是这么说的 庄丁为文汇经解牛 守之所处 兼之所矣 足之所矣 欺之所矣 欺然向然 足道赫然 莫不中阴 何于伤灵之舞 来众精手之会 这什么意思啊 就是讲庖丁 为文汇经宰牛 他手碰到的地方 他肩靠的地方 他的脚顶的地方 他膝盖碰撞的地方 每一次碰撞都有声音 每一个声音 居然像音乐一样的动人 每一次碰撞都有动作 每一个动作 居然像跳舞一样的优美 何于伤灵之舞 来众精手之会 文汇经看了非常震撼 就问庄丁 你怎么做到如此的出神入化 行云流水 庄丁说 三年前解牛 我眼中看到的就是牛 三年后解牛 眼中无牛 只有自己心中澎湃的浮流 所以这就是浮流 这就是我们中国文化 早就意识到的 人类的一种积极心理体验的 深刻的描述 所以庄丁解牛 其实是最早的 积极心理学的研究的范式 那么这样的一种 庄丁解牛的浮流体验 有些什么中国文化的特色呢 我总结了一下 它应该有五个 我们中国文化的特色 一是要全神贯注 助力高度集中 二是要物我两望 自我意识 空间意识 实践意识 暂时消失 三是要驾轻救赎 对这个工作 对这个任务 对这个行动 有完全的掌握和控制 四是要点滴入心 失失入扣 充分的欣赏 自己行动的反馈 行动的过程 五是要酣畅淋漓 一种发自内心的 极致的愉悦体验 那么做什么样的事情 能够产生这样的浮流的体验 其实浮流体验 比我们大家想象的 更平常 更普遍 更受中国人民的欢迎 我们曾经对中国人民的 浮流体验 做过一个调查 发现 常常让我们中国人民 在平凡普通的生活中间 感受到浮流的事情 其实很多的 比如说做自己爱做的事情 你的爱好 肯定容易让你进入到浮流状态 你喜欢摄影 爬山涉水 掺风引路 支支不转 你喜欢机游 看着邮票 定神关注 浮流满满 你喜欢打球 其实也可以让你进入到浮流状态 你喜欢运动 其实也可以进入到浮流状态 为什么有些朋友打球 打得天黑都不想回家吃饭 为什么有些人 打高浮球 打到半夜 还在喜欢打 这就是因为 运动绝对可以产生浮流体验 让我们沉浸其中 艺术欣赏 可以让我们产生浮流 一个好看的电影 三个小时 六个小时 对于我们来讲 一点都没有觉得 犹如瞬间而过 这就是浮流的时间扭曲感 音乐可以产生浮流 跳舞可以产生浮流 做我们自己爱做的事情 工作 其实也可以产生浮流 一本好看的书 让你手不识转 这就是浮流 一个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让你沉浸其中 这就是浮流 我们和朋友在一起 和亲人在一起 天人之乐 夫妻恩爱 绝对是一种浮流满满的体验 人是可以在生活中间 工作中间 平凡的 世俗的 普通的方式中间 得到浮流 产生浮流 饮食美容 有的时候也可以产生浮流 但关键是看什么地方 和谁在一起 有些事情我们发现 很少产生浮流 甚至不产生浮流 比如说这杂物 三心二意 一心多用 很难让人产生浮流 看电视 老换台 老挑剔 老批判 很难产生浮流 闲逛 无聊 无所事事 也不能产生浮流 所以中国人民 一定要意识到 浮流是我们行动的结果 追求的结果 也是积极心理 体验的结果 所以我经常开玩笑 我们坐在电视台 其实没有必要 到处问老百姓 你幸福吗 其实可以换一个话题 问一问 我们中国老百姓 你浮流过吗 只要有件事情 让你沉浸其中 乌而两望 酣畅淋漓 如痴如醉 这就是你的浮流 祝贺你 有过这样的浮流 也希望大家 在生活中间 工作中间 多多体验 自己的极致的浮流状态 这就是巅峰体验的 日常生活中的反应 这也是我们中国文化 对积极心理学的 伟大贡献 这也是我们每个人 可以自强不息 修炼的一种 心理的技巧 祝福大家 永远浮流 自强不息的 自我修炼的 其他部分 将由赵玉坤老师 继续讲解 欢迎大家 继续学习 积极心理学 谢谢